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大盤今天是漲了142點 不曉得你做對了沒有 我們看一下 今天是個開高 震盪一路走高 收最高的格局 大盤在連續反彈20天之後 拉回6天整理 今天再做一個噴出 今天1100多億的量 當然今天創了近期的新高 也是這三個月的新高 今天非常強勢 漲142點 同學朋友 不曉得你做對了沒有 當然看到今天盤勢 或許你會很開心 很興奮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醒 來 第一個 不要因為行情大漲大跌 而失去了你原有的冷靜 同學朋友 做股票一定要冷靜 不要看到漲就很開心 看到漲你買錯股票也沒有用 懂意思嗎 所以要記得 不要因為大漲大跌 而失去你原有的冷靜 做股票最重要 你的心要靜下來 懂意思嗎 不要隨著盤而浮躁 第二個 個股有多少價值 方向如何 不會因為大盤變動而改變太大 懂意思嗎 它原有的方向 原有的軌道 還是會依循這樣走 所以你買的股票才是重點 大盤漲不代表你的股票會漲 來 第三個 贏家是因為看懂 個股趨勢而做 不是因為大盤大漲大跌 而非買不可 懂意思嗎 所以你不要把方向 都還沒看清楚 你看到漲你就很高興去追 萬一追錯了 你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今天可能會有八成的人 是買錯股票的喔 為什麼 來 請看一下 大盤今天格局什麼 今天多頭沒有錯啊 這一波反彈上來 已經先從兩條互先翻多 變成翻多個一段時間了 那到底操作應該怎麼做 前兩天我在看很多人在說 棋子放空 放空 放空 我才是 我不想評論棋子的 當然有會員問我說 張一鳴 股票比較好做 還是棋子比較好做 他問我 我當然跟他講 股票比較好做 棋子風險當然是相對 槓桿倍數高 他一定比較 危險比較大 今天你反彈142 很多人做錯方向就被嘎30%了 一天就輸30%了 他本來想要反敗為勝 本來錢人多1000萬 做到剩500萬 融資 做到剩200萬 想要做棋子 今天一天就賠掉30%了 那怎麼做啊 頭這邊很快就畢業了 所以方向絕對不能看錯 你越輸越緊張越想因為來 通常輸得更快 來 高風險的市場 加上功力不足 很多人就是這樣啊 他不想要起過風險很大 高風險的市場加上功力不足 資金少的投資人 比來1000萬剩500 剩200 功力又不足 資金又少 風險又大 不要想在裡頭做大夢 懂意思嗎 不要想在裡頭做大夢 你想要快速翻本 就快速賠光 一天就賠30%了 為什麼難做 就上上下下 你怎麼會好做呢 你看前兩天拉圍鏡又噴出了對不對 所以上上下下的過程 很多人迷失的方向 當然很難做啊 一天就可以賠到30% 如果你沒有相當的本事 根本就不應該做期貨 懂意思嗎 來 當然 方向一定要看對 那我們來看看個股好了 今天頭版 蘋果日報的頭版說 小S 這個小S夫 小S夫與公公 就是他的先生跟他的公公 兩個都被查內線交易 去搜索地保 你看本來是很有錢的人 怎麼突然間變成 怎麼好像手放在後面是被抓起來怎樣 頭版 現在登在今天蘋果日報的頭版 當然牽涉的股票叫做基因 當然順理成章就是跌停板 為什麼會這樣 前幾天在反彈很多人追 追得很開心 哇 漲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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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哇 漲停變跌停 跌停 整理整理整理跌停 哇 你前面四五根漲停板都吃掉了 你追進去又套牢了對不對 所以投資朋友這兩股票拉回72%了 我相信很多人陷在裡面 很多人陷在其中 包括小S老公 跟公公都被移送調查了 牽涉內線交易 這胖大人麵包的時間 那為什麼他會牽涉內線交易 來這邊有沒有寫 這監察人等等 因為在今年的五七八月 以這個股價高檔的時候 總共賣出1700張 這個進賬兩三億 因為這樣被涉嫌內線交易 時間是五七八月 這是自由時報寫的 蘋果寫的比較仔細 蘋果說 基因的董事徐尋平之妻 監察人江立芬 在五月二十一 六月五號 你看這日期都標出來 五月二十一 六月五號 七月九號 八月二號 總共賣了2550張的 這基因 這錢在高檔的時候 把股票出脫了 來賣在這裡 說真的沒有很高 在五月二十一 六月五號 七月九號 跟八月二號 因為這樣 內線交易被抓起來了 來我們看一下 哇 底好深 五月二十一 大概在這裡 六月更久了 五月二十一 我們參評說 五月二十一 六月五號 七月九號 八月二號 來 六月五號 大概在這裡 七月八號 大概在這裡 有沒有 八月二號 哇 更遠了 在這裡 說真的沒有賣很高 但這樣就是涉嫌內線交易了 那我們來看看 股神系統 我開個玩笑了 今天這個江立芬 如果說 我就是看股神系統轉空就賣了 你看你減掉怎麼辦 這一檔股票這樣跌下來 你看股神系統 最高點 四月 特寫 四月的時候 往上看 四月到五月 在這裡對不對 在這裡 四月我們把它拉一條線上來 四月在這裡 拉一條線上來 四月初就出現賣出訊號了 而且一個兩個 對不對 在這裡出現第三個賣出訊號 來往下看 五月初嘛 不是五月初出現 第三個賣出訊號 五月中有沒有 大概五月十號左右 沒錯嘛 這裡六月 有沒有 五月在這裡 五六月中間有沒有 這裡出現一個賣出訊號 後面更不用講 全部都是反壓 有沒有 所以他如果跟你說 我在四月初的時候 你看股神系統 賣出訊號聯繫出現 所以我把它賣了 你看你檢調怎麼辦 沒錯 確實在這裡 真的有出現賣出訊號 所以我把它賣了 那你檢調怎麼做它 怎麼抓它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我們反過來思考 如果你做股票都要靠內線 沒有錯啊 有可能會有一定的利潤 但是同時你也牽涉到 有可能有一天被抓起來 手銬靠起來了 水到要死 有沒有 大股東要賣股票也不會跟你講 讓你知道之後 股票都跌大坡了 所以做股票 你如果沒一個好的工具來幫助你 第一個就成為人家的 刀上的肉 要殺要寡 要清蒸要紅燒 隨便人家 第二個可能就稱色內線交易的問題 你知道消息一定是內線交易的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股神系統可以看 哪需要內線啊 最高點附近你就知道了 這股票不對趕快跑 何必等到跌到這裡 哇 200多塊 190幾就能出現 190就出現賣出訊號 你何必等到跌到72你再來後悔 不是嗎 何必在這裡賣 還跟人家來做你內線交易 到了8月2號 天啊都在這裡了 人家來做你內線交易 都已經120塊了 220 212跌到120 人家來做你內線交易 他們水到要死 做股票的風險 本來就存在 當然比起火小一點 所以如果你沒有一個客觀的工具來幫助你 你看多可怕 當你看到爆發事件的時候 對不起 五家用連續跌停板了 在這裡爆發事件嘛 被檢舉開始跌停板 你在這裡賣來得及嗎 天啊特寫 你在這裡賣怎麼來得及啊 這裡是爆發新聞事件的時候 胖達人不是用真正的天然的這個酵母 是用香精 來你看 天啊這幾個20為什麼不賣 天啊 你再往下看這裡是哪裡 這裡190來往下看 是不是4月初的時候就能出現 這5月嘛 是不是4月初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是不是4月初的時候有沒有 有啊 你就可以賣了嘛 你何必等到這裡 哇 出現問題了 股價破100了你再來後悔 這叫什麼 這叫做客觀工具的威力 就跟戰場打仗一樣 你沒有好的武器你怎麼打仗啊 你跟他拿刀拿槍啊 你砍得贏人家嗎 你一個飛彈幾千公里外就打過來了 你都還沒看到敵人你就被飛彈打死了 現在科技太進步了 我們一定要好的武器 才能夠打仗 股票市場又何場不是 你這有沒有道理 來 當然這檔股票 基因 出了一些狀況 我相信投資人都受傷了 另外一檔股票 基亞 不一樣喔 差一點創新高基因跌停 對不對 基亞差一點創新高 那如果今天買的是基亞開心 開心 高興 那你今天買的基因 難過 為什麼 股價跌的跟豬頭一樣 一定很痛苦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你今天買的是基因 很痛苦 你今天買的是基亞 開心 快要創新高了 來基亞 請問你有什麼不同 有啊 算是蠻多 紅磅啊 這不是很漂亮嗎 早就出現紅磅一大堆了嗎 基亞 來 這是我今天畫給會員的口訊 特會總統都有 公二基亞 208.5 191買的 多彈銀賺17.5元 大家恭喜 請續報續賺即可 做股票不是這樣嗎 有很困難嗎 我覺得不會啊 所以股票怎麼操作 很簡單 這裡不是有答案嗎 那就三線販多就可以買 相對就是安全啊 那你去買三線轉控的股票 有一天就會中傷 懂意思嗎 所以做股票真的是不困難 我今天 要講一個重要的題目 我們導播請切換第二個測標 來 強勢股的第二買點 好 來 自情 這檔股票 第一檔出現一大堆買進訊號 算了一下 總共15個 來特寫 總共15個買進訊號 12345678910111213 上次好像15個 然後這也沒有幾個衝疊在一起 我印象是15個買進訊號 這麼多的買進訊號在一起 整理 然後再做一個噴出 當時190 時間7月12號 所以這種股票 有時候真的很 這個不容易找到 找到以後我非常的開心 做什麼 7月12日190 買啊做什麼 趕快買啊要等什麼 7月12號買進之後 頭這邊 張理名做什麼 沒有了 每天就這樣 閒來晃去 晃來晃去 經過快兩個月了 本來190 在這裡附近買了 兩個月過去了到這一天 9月6號 7月12到9月12是兩個月 到9月6號差一個禮拜兩個月 268 268 到這一天我把它賣掉 268 191加碼一次 268已經賺155塊了 獲利出場 入袋圍安大家恭喜 這是我在9月6號 10點30分48秒 花給會員的口訊 總統會員買兩筆 155塊 獲利入袋 中間做什麼 什麼都沒做 每天這樣晃來晃去 搖來搖去 到前面客戶區走一走 建文不要偷懶 每次老是走過來 電話就拿起來 平常要認真服務客戶 晃來晃去 就這樣 均扣快兩個月 把錢放口袋了 頭沒有 中間做什麼動作 沒有 一個買 一個賣 就這樣而已 中間快兩個月 一個買一個賣 就這樣而已 快樂輕鬆 特別會員也是在這間268出場 賺76塊 快快樂樂把錢放口袋了 就這樣 一個買 買件一個賣出而已 特別會員76 總統會員做兩筆 150幾 155 那如果特別會員 總統會員都有參加 就是賺231 為什麼參加特別又參加總統 因為張宇明 每一個會員只帶五檔股票 五檔而已 因為會員都是財力有限的 他不是王永慶 不可能每天買股票 每天買五檔 一個月你就買200檔 怎麼可能 不可能 所以張宇明上節目到現在13年 帶會員到現在13年 手中股票永遠五檔 你參加什麼會員都一樣 就是五檔 我只有三個等級 特別普通 總統 沒有第四個等級 永遠都是五檔股票 為什麼 因為你財力有限 你不是王永慶 你也不是基金操盤人 你有100億在操盤 不可能 所以永遠只有五檔股票 所以有人說 五檔股票太少了 他自己要買多一點 所以他兩個等級 所以他可能特別 又總統都有 有可能 來 那我們這檔股票 把它獲利出場 有人就在問 那張宇明 你什麼時候在進場 所以我今天要講這個題目 來 95題 如何研判強勢股的第二買點 注意看 我今天要講很重要的 強勢股的第二買點 怎麼研判 我只講一次 以後我不會再講 你放心 我也不想太多人知道 注意聽 來 自請 今天差一檔股漲停 差一毛 差五毛錢 一檔股漲停 特別總統又進場了 恭賀自請 今天差一檔 股上276.5 277漲停 差一檔漲停 大家恭喜 請續報 續賺即可 12.50分41秒發得 賣完之後整理很久 整理快20天了 今天創新高 差一檔股漲停 當然我今天恭賀 那表示我昨天就買了 有沒有 今天 哎呦 怎麼這麼多買進訊號 這個圖在哪裡 這個圖在 股神系統裡面 你打自請 代號打出來 4162 再打999 就會跑出這個圖來特寫 123456 有沒有 6個買進訊號 所以我再昨天就買了 今天10月3號 我昨天10月2號就買了 為什麼我當時會買 來260 今天工上 這個276了吧 對不對 嚇死人了 今天工上276了 260買了 哇又賺很多錢了 來260 為什麼要買 260 這是10月2號 有沒有我昨天看到的圖 前面這一段在整理 這段什麼 這段是這一段 就這一段 在整理有沒有看到 整理 整理完成會怎麼樣 來整理 咚咚咚咚整理完成 整理完成會這樣 三線再翻多 一個兩個三個 買進訊號出現了 所以我昨天260買進了 有沒有 昨天買的 為什麼因為三線再翻多了 260 看到了嗎 今天 公到276.5 有沒有 差一檔公漲停 頭這邊 這就是 研判 強勢股 第二買點的 方法 以後我不講 只講一次 這個不能讓太多人知道 888 還是一樣維持三線翻多 有沒有 這格局沒有改變 所以他不會死 今天999就像我剛剛講那個一樣 又三線翻多 所以再拉上去 我們再看777 哇 這周線 周線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前面打底區 打完之後開始噴出 這個還沒走完 這個人要走完 777 888 999 就這麼簡單 怎麼研判強勢股的第二買點 第一個 777 周線沒有破壞 還是一樣啊 長線翻多格局無變 第二個 888 一樣 這個拉回整理 可是股神系統 沒有跌破 沒有破壞掉 有沒有 再配合 999 三線再翻多那一天 就是第二買點的出現 講完了 以後我不會講了 聽不清楚我沒辦法了 來 有沒有 你多久 很久很久對不對 多久沒有賺過一筆讓你開心的錢了 有多久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久很久 沒有賺過一筆 讓你可以很開心的錢了 是不是 你多久沒賺到讓你開心的錢 一筆 如果你問我說 會員說 你多久沒賺過一筆開心的錢了 沒有啊 常常 一不小心就有啊 有人說 張愛明你運氣不錯 好啊 你要這樣講也可以 那我就是運氣不錯 不然你是要怎樣 對不對 我就是運氣不錯啊 來西華 後面 為什麼他會整理完再噴出 你真的相信我運氣不錯嘛 敢不可憐 大漲一波之後整理完然後再噴出 注意看 整理完再噴出 一樣我們看888 不死啦 都不死 完全沒有死 買進訊號還是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我又再買進 15.3年再度買進了 西華 買完漲停板 為什麼 來 功課第一根漲停板 為什麼買完會再漲停板 為什麼要再買 又來了 999 整理完成 三線再翻多 買進訊號出現 這裡就是強勢股的第二買點 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 整理完 整理完 再噴出 有沒有 這裡就是強勢股的第二買點 999就是這樣 你看看 有沒有看到 有 所以以後你就知道怎麼研判 強勢股的第二買點 基亞一樣整理完 三線又再度翻多 有 這是999 對不對 整理完成再翻多 那一天 來 又來又漲停 很奇怪 有 功課基亞 功漲停板 有沒有 創新高 191買的賺21塊的 是不是創新高 前面是不是整理 整理完成999再翻多 創新高 懂意思了嗎 原來這是原判 強勢股的第二買點 在這裡買的 有沒有 拉回 我看到沒有跌破 紅棒嘛 不是綠棒 拉回 三線翻多999再出現 買進去 買進 漲停板 有沒有 所以股票 強勢股的第二買點 怎麼研判 我想我已經跟你講很清楚了 尤其很多會員 不會超錯的 我今天都把他講 我相信 你都會有一樣的想法跟看法 對不對 你以後你知道 整理有沒有死 沒死 什麼時候可以再買 什麼時候 等他翻多那一天 什麼時候翻多 昨天翻多的 剛剛講 昨天久久的 所以買進去 那就是第二個 強勢股的第二個買點 所以我買進了 今天就 差一檔工廠停了 所以不困難 再來股票市場 如果你找到一個正確的方法 股票市場的錢是賺不完 你說有沒有道理 我們今天的廣告 再回到現場 你應該選擇安全的方式 你應該選擇安全的方式 開車不分心 你我都安心 交通部歡迎您 大禹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賣相 財富人生 製負專線 022-2500-6999 022-2500-6999 大禹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賣相 財富人生 製負專線 022-2500-6999 022-2500-6999 頭痛 請用玉分珠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倒塊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膽有 好 歡迎回來現場 強勢股的第二買點 這個研判方法非常非常的重要 當你有這個方法跟技巧 尤其軟體會員 你會挑到很多的好股票 來 再看一遍 怎麼研判強勢股的第二買點 拉尾整理以後 他會再創新高 對不對 那你怎麼找到第二個切入點 來 今天攻上漲停板 差一檔對不對 來 哇 漂亮 來 這是我今天發給會員的口訊 攻二至起276.5 差一檔漲停 大家恭喜 續報續賺 來 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續報續賺 10月3號 因為我10月2號就買了 為什麼要買 因為第二買點出現了 怎麼研判 前面在這裡整理 整理完三線再翻多 三個買進訊號 這在 事情裡面打9990就看到這個圖了 有沒有 昨天260 所以我260昨天就買進了 今天攻到276.5對不對 260買進了 特別總統都有買 怎麼研判強勢股第二買點知道了嗎 第一個99再度翻多 當然他的888日線也會翻多 持續翻多沒有改變 當然777周線一樣持續翻多 天啊 77788899都是翻多格局 這個就是最強的股票 他就是強勢股的第二買點 我剛才講過囉 來 我們看華碩好了 高檔 天啊 從三列開始跌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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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跌4次3%了 跌到這裡 哪個特寫 是不是要開始漲了 下面買進訊號出現 上面又出現三個反列 天啊 又要整理了 還沒 跌很深啊 沒有錯啊 這是3%了對不對 是不是要漲了 沒有 因為上面又出現三個反列 下面有買進訊號 可是上面又有三個反列 所以這個有問題 暫時先不要去碰它 那我們看一下周線 來 麻煩 三線都跌破 看懂嗎 這三線都是空頭啊 所以你要期待它大漲 我是覺得比較有限 陳宏跌那麼深了 感覺好像修正差不多 跌六成了對不對 慢慢慢慢修正完畢了對不對 來 大家看周線 哇 天啊 三線還是一樣 一多兩空 有沒有 所以這個格局還是很疑慮 這空頭的關係還是非常大 所以這種股票非常小心 來 中株大跌一波做反彈 三線翻多了 這888翻多 你看77周線 不對啊 這周線不對 1234 四個反壓 懂意思嗎 所以日線短線要做一個反彈 沒有錯 可是怎麼樣 中期的反壓還是在 所以它反彈力道有限 所以這種股票原則上 我不會做多 這樣聽懂了嗎 軟體會員今天講很重要 你要把它聽進去 一龍電跌41%了 是不是要開始修正完畢了 好像 好像要修正完畢了 那我們看周線 看777 哇 天啊 1234 三線都在空方 這個馬上要大漲上去也很有限 懂意思嗎 就像當時的連搶 大跌到這裡翻多囉 有沒有翻多有 漲一小坡 有沒有 有漲上來 但是馬上又壓回 為什麼 你看周線就知道了 周線有沒有翻多 沒有啊 聽懂意思嗎 所以那有沒有反彈 有啊 有 888有反彈 但是怎麼樣反彈力道不強 原因是什麼就在這裡 我想看完這個 你都有答案了 以後要怎麼操作 你心裡就有一把尺了 今天我把很多不該講的秘密 公開講了 本來這個都不應該講 太多人問了 來 知情 怎麼操作 怎麼賺一大筆錢 1900買進 哇天啊 這麼多買進去 去哪裡找啊 1900 1900買進 知情 來 特別賺也有買了 來 在這裡 報了將近兩個月 差一個禮拜兩個月 268 哇天啊 268 獲利出場 錄帶圍安 1900到268 191 買兩次到268 賺155塊 獲利出場 錄帶圍安 9A6 請問我做什麼動作 兩個動作 一個買一個賣 就這樣而已 中間呢 中間很快樂很輕鬆 哈哈哈哈 就輕輕鬆鬆的 跟很多人做股票不一樣 很多人做股票開始套牢 賠錢 每天都很痛苦 那個不是你要做股票的生活模式 有沒有道理 不然每天短線沖來沖去 哇賺差價沒必要 再怎麼賺也不會賺的比我多啦 對不對 每天衝來衝去 假不然沒有用 特別會員也是一樣 獲利出場 錄帶圍安 你多久沒賺過一筆大錢 如果你賺到這種錢 你會不會很開心 我相信你會非常開心的 怎麼樣 為什麼你沒有 那表示你的方法 可能是不正確的 表示怎麼樣 你還有很多成長的空間 表示你用的工具可能錯了 表示你可能跟錯人了 那怎麼辦 毅然皆然 沒什麼好講 不行就把它換掉 換成你要的 懂意思嗎 你需要買到資金 你不需要買到什麼 你不需要買到宏達店啊 但是你為什麼買到宏達店 投資朋友 你的資金只有一套 你買了資金 你就不可能買宏達店嘛 為什麼 你不可能人在台北 又在高雄 你又不是宋契利 懂意思嗎 你買了資金 你就不可能去買宏達店 很簡單的道理 那為什麼你去買宏達店 那三線轉空你不知道 那這種日子如果繼續下去 投資朋友 你的財力未來會越來越麻煩 越來越困難 是不是 投資朋友 做對的時候想犯錯很難 像我現在 我有股神系統可以看 我會不會犯錯 偶爾 你說張以民換一個大錯 一疊五成八成 不可能 轉空我就出了 懂意思嗎 當你做對 你有好的方法之後 好的工具之後 你想犯錯很難 那反過來你做錯 你想要變對也很難更難 投資朋友 或許股神系統可以幫助你 或許張以民可以變成你的好朋友 你想要享受操作樂趣的 你可以帶一套股神系統回家 你自己資源部位比較大 你沒有時間操作的 你是大老闆的 把電話打通就可以 我們一起來共創未來 過去我的光榮你來不及參與 明天我們一起來攜手共創未來 明天再見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有些事情一輩子都不可能忘記 能活下來需要運氣更需要勇氣 謝謝大家讓我們有了新家 四年來是不見斷的加油 陪我們一起走出陰影 四年了謝謝大家 我們會繼續努力好好生活 因為有愛的地方 就是家鄉就有力量 重建新居 重建希望 大禹國籍頭固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慢慢用了 臭問題 表現 這麼舒服 我們等購物 我們先走